Hello大家好,我是知知知知知知 我们在看伯仁传时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 拉几伯仁传和火影根本就是两回事好不好 不会真有人把伯仁传当火影吧 我的青春在急风传就结束了 伯仁传是什么鬼啊 既然大家那么急于想把伯仁传和火影区分开来 那我作为一名火影up当然是要满足大家的 毕竟冤有头战有主,是伯仁传的锅你该骂吧 不是伯仁传的锅就求你别甩过来了好吧 本期视频就来聊聊老生长谈的伯仁传人设崩坏 降临红塌和各种雷人设定 看看这些槽点到底是伯仁传的锅 还是本就元气火影人者呢 首先是关于人设崩坏 特别是红豆和赵美名 细致的两位女神变成了老肥猿 让大家知呼伯仁传毁人设 可你以为毁他们的是伯仁传吗 不,他们的人设最早是出自于 暗门期史亲笔画的火影人者漫画第七百画 尽管不要以为这话讲的是伯仁时代的内容 就以为是伯仁传了 看看这熟悉的logo 这一话可似乎人家是火影人者哦 同样非红花月片和满月照耀杀的路 也不是伯仁传 而是伯仁传外传 说是伯仁传的小型暗本版圈警告 伯仁伟女神的是火影是暗本 跟伯仁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伯仁传只是沿用了火影的人设而已 其实你是对比一下火影漫画第七百画 和伯仁传里的人设 你会发现伯仁传不仅没有丑化他们 反而尽全力在美化他们 比如暗本笔下35岁的首局 被画得跟老太太一样 明明同是35岁的佐渡妈妈 都还保有少女感 32岁的小英警也有了很深的眼闻 已经很显老了 我还记得当时这篇章更新时 有很多网友问为什么小英 这么老了都不用百猴之处来维持荣言 其实正常情况下 火影里这个年龄的女性本就是不显老的 比如32岁的昔日红 36岁的鹿娃娃 看着都还挺年轻的 不得不说暗本为了表现小英他们的年龄增长 用力过猛啊 不过好在伯恩传把他们的眼窝 法令温全部去掉了 让这些妈妈们看上去还是那么的青春貌美 其次就是伯恩传中的科学人剧 人造人外星人 这些让人觉得很突兀的设定 但是这些设定不是火影里早就有的吗 急风传中有人造人大河 外星人灰夜 剧场班里有尖心炮和各种现代武器 这些全是火影派的仙河 伯恩传只是沿用了火影原有的那套东西而已 况且伯恩传的时间线是在急风传15年之后 客气发展日新月异 有这些东西再正常不过了吧 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吐槽的点呢 最后至于像雨之波曲高高 大头目走起 一一比起手动涂顿 这些动画原创剧情 我不想做过多解释 因为这些原创剧情本就没有什么谈谈的价值 就像对待火影的原创剧情 我们的态度通常是这样的 这个人数是动画原创的 漫画里根本没有 这段剧情是动画乱改的 原作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这个篇章是用来水剧情的 可以直接跳过不看 所以我们看到首剧一个风盾 吹烂了些的百机 土外罗三姐弟被降制过 这几个歪乖裂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时 大家心里都是波澜不惊的 对火影的原创剧情 大家尚且如此宽容 怎么到了伯恩传 却上端上线 辞入比较了呢 如果我们要讨论伯恩传 时期所作的势力的话 当然是把羽桃是金氏的战斗 拿来做参考一句 说锁住天手力 用的是多么六啊 单手提出手里键是多么秀啊对吧 羽谱是这次战斗 自然是要无视调的 那伯恩传的动画原创剧情 去和火影的主线剧情比较 本就是不公平的 就像我拿伯恩传动画 第65G 去采火影里那些智章的原创剧情 骂火影不如伯恩传 你难道不会觉得很脑残吗 很多人认为伯恩传回了火影 回了经典 糟蹋了自己的青春 可你扪心自问 伯恩传真的给火影 打来了负面影响了吗 你对火影的爱 难道因为伯恩传的出现 而被消磨掉吗 没有吧 不仅没有 反而更喜欢了对吧 火影的口碑 反而也变得更好了是吧 就像甄嬛传一样 明明在爆出后六七年间 豆瓣批分一直都稳定在8.9 结果18年的延续攻略 和如意传一波 评分瞬间飙到9.2 有了不如你的同行胜多 只会显得自己更优秀 同理 以前火影在大家心目中 可能只有90分 现在有了伯恩传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火影值100分了 不信你搜搜看 这两年不出来 多叫叫这他妈才是 真正的火影的视频来 所以伯恩传在垃圾 它也只能是 衬托和成就火影的DN教师而已 你想不到火影本身的 大家理性看它就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了 就个三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